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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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他要你的不要我的 不是 我有那么多你也不要 哎呀要公主的不要我的 哎呀 祖兰 关注 姐姐 我很想你 很想你 又见面了 今天在他们面前 谁都是矮的 是的 我刚刚来的路上就听说 那里面最小的那只baby 出生的时候就有一米八 多羡慕啊 你在起跑线上 你知道吗 湖州是全球唯一的 生态文明国际合作示范区 他们说在这个地方 可以和长颈鹿一起下午茶 请坐 请坐 小公主在柬埔寨 有见过长颈鹿吗 我个人在坎坡地亚 我从来没有见过鸿子 所以这是你第一次 这么近距离见到 真实的长颈鹿是吗 是我第二次 第二次 那这次印象应该会很难忘 因为我们这一次 在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 会有很多很多的动物 在等着我们 应该是一场动物奇遇季 走 我们一起去看看 还有哪些动物在等着我们 很多鸟 这什么鸟的声音 这也是鹦鹿 它的名字叫小灰 小灰 你好 学得好像 简语 简语 小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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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可是我知道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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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爱 是孔雀的声音 是孔雀在叫 感觉还有很多惊喜 感觉还有很多惊喜 一路都是动物 小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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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小心 小心 它先用手取 小灰 小灰 是夜行动物 所以有黑眼圈 你知道吗 这个地方 它的绿化率 50%以上 很高 同时呢 所有被记录的 动植物 数量超过了 2400种 而且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 云山 这样的理念 正是在湖州提出来的 我真的给你们 可以认识 我们可以认识 好期待 有机会也去七星海 我都很想吃 打卡链 这边生态也好好啊 丹顶鹤 后面是白鹿 你看看那边抓了鱼 它们嘴里叼着鱼 现在这种官鸟体验 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非常的流行 我想到了我们中国 在保护中环 这种鸟类时的一段故事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 在中国啊 这个野生的猪环 几乎是绝迹了 所以鸟类专家 是在中国秦岭一带 经过考察 发现一共才七只 哎哟 哇 那么少 所以呢 这个猪环的繁育问题 就成了一个 亟待解决的难题 那怎么办呢 哎 最后啊 是在这个湖州的 猪环繁育研究基地 先后攻破了 这个猪环的繁育啊 还有饲养啊 还有野化等等难题 让这个猪环的种群数量 从原来的七只 增长到了2022年的 669只 哇 一百倍耶 是的 那你想这个数字 巨大变化的背后 其实是各个国家 对于鸟类保护的 精神合作 资料分享 到这个独立的 每天在他的任何居住的印象, 伍贵师CR 楼 拔 SAP 沿途和 ANH 铃银铛 AP 而,在IC替除 comic帖店 联银银 、 由紧贾 floats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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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近 私家的 imper楼崩余地收到 北京 德国 形容, 景水加长 建议 越南京 是应该很为奥 每天都是大使用的福利 和离国建议时 美国建议 西长 河 土耆 受伴 所以在这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样一个大话题面前 我觉得全人类是一家人 是的 生物多样性 真的需要我们人类共同去努力 还有保护万物皆可和谐共存 我们相信在各国之间的交流借鉴之下 未来一定会诞生更多的生态文明国际合作示范区 我们的地球家园一定会变得更加的美好